有些人随手扔垃圾,当然也有人主动去捡食垃圾 北京的一些户外爱好者在京郊怀柔区九眼楼长城 开展了主题为我爱山野,我爱长城捡食垃圾的环保活动 进一步创造文明环保的户外出游理念 4月27日,志愿者们来到了怀柔区九眼楼长城 简短的仪式后,志愿者们分头行动 虽然这段长城有的地方地势比较显要 但大家还是互相提醒着 尽量把所看到的垃圾清理干净 所谓的山野之约就是倡导在户外运动中带走垃圾 不随地乱扔,走小路不踩踏农田 除非呼救,不大声喧哗等理念 而来自韩国的户外品牌布莱亚克 也一直关注中国户外登山运动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我们做一个户外品牌布莱亚克 因为在我们保护环境的领域里面 我们应该是走在前面的 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长城的捡垃圾活动 这样的活动一定会坚持下去 也会在环境保护这个领域里面也是走在前面 长城的雄伟壮丽天下皆知 而随着游客数量每年的增长 难免会有游客随意丢弃垃圾的现象 不到一个小时 52名志愿者们将捡回的垃圾进行了汇总 然后分类放到了回收袋中 志愿者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 在感染周围游客的基础上无形地向大家传播山野之约的理念 北京台报道